哈喽 大家好 上一期呢 我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400万全高清智能摄像机 C22Q 那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款200万智能摄像机 C26S 我们一起来开箱看看吧 它里面呢 有一个设计器 一个电源 还有一个机架和一些其他的配件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智能摄像机C26S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 它整个造型是非常的可爱小巧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体验一下它吧 我们先把电源插上 等它自点十几秒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绑定连接了 打开iPhoneAPP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然后扫描机器下方的二维码 进行无线声波连接 输入WiFi密码 好了 已经绑定成功了 刚开始绑定摄像机的话呢 它的摄像机是初始密码的 我们要自己进行修改 点击修改 然后前往修改 输入新的密码 当你想要知道画面里的声音时 可以点击耳机这个图标就可以开始监听功能了 想要对着视频那一头说话时 按住麦克风土标就可以进行双向语音通话了 按钮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就进入到了这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上有一个AI报警的功能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AI报警的页面有运动侦测报警 圆形追踪 圆形框定 还有离感侦测 哭声侦测 烟感声侦测 我们现在来开启一下它的运动报警功能 把里面的圆形侦测开启 把灵敏度调到中 然后提醒方式选择客户端提醒 就可以在APP上提醒我们了 再开启其他的 人形追踪 圆形框定功能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这个功能 当它检测到人形的时候呢 它镜头会转动跟踪和进行人形框定 并且把报警信息推送到手机APP上 好了 这款C26S200万高清智能摄像机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面的二维码去官网看看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